3月12日上午,13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 聽取和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習近平、李克強、栗戰書、汪洋、王滬寧、趙樂際、韓正、王岐山等出席會議 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、執行主席艾利庚一鳴八海主持會議 2948名代表出席會議,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報告中從7方面總結了2018年主要工作 並從5方面介紹了2019年的工作安排 周強說,為官車落實黨的18屆四中全會關於切實解決執行難的部署 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3月提出,用2-3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 3年來,人民法院全力攻堅,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應強烈的突出問題 基本形成中國特色執行制度、機制和模式,促進了法治建設和社會誠信建設 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報告中從5方面回顧了2018年工作 就如何做好2019年檢察工作 張軍說,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最關鍵的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最要緊的是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一是把握穩定這個大局 依法保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是把握落實這個重心 推進重大部署落地生根 三是把握提升這個目標 新時代檢察工作要有新氣象、新作為 新時代檢察工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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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時代檢察工作